好 老師有找到的嗎? 簡報的18億 好 那為什麼我說這個很重要 剛剛你看到的 你看到那些新功能 不理他都沒關係 但是這個一定要會 這個我一直強調的 你看 學會頁面複製 打看尺寸改變 就可以打動你的任督二脈這樣可以嗎? 呵呵 其實我們剛剛有沒有學會頁面複製 有耶 那接下來這個 只要老師你是教育版是Pro版的 就可以用這個功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老師麻煩你幫我回到Canva的首頁 不管你是用舊版本 新版本都可以 只要你是教育版 都可以用這個功能 你看 我們在Canva的首頁在這邊 平常老師如果你要做任何的設計 不管是簡報啦 還是我們今天講的影像 影片都沒關係 老師如果你今天要做一個社群的 你會來這邊直接點嗎? 假設你要做Facebook的 還是IG的 老師是會來這邊這樣點進去 然後再選一個你想要的 是這樣嗎? 如果這樣子 糟糕了 要先看這段影片 這段影片 不知道這個廣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比總結 比總結 這次的按摩人 主要該以外觀優先 還是功能至上呢 小孩子才做選擇 我全都要 有沒有老師有看過這個廣告 有點頭的恭喜你們 你們家還有電視 我告訴你 那個 我現在去學校上課 小朋友的 只要問他 絕對沒看過 因為他們現在電視都在這裡 在這個上面呢 他不見的會被推播到 來 那我問你 你要當大人還要當小孩 為什麼要特別這樣講 你剛剛有選耶 你看喔 如果你今天要做簡報 要做社群媒體 你如果從這裡進來 有沒有做選擇 有吧 我假設用簡報 簡報大家比較常用 你一點 大家就很高興 給你一個空白的 然後左手邊就有很多範本 對不對 這樣 你就受限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 請問這裡的範本 你會看到哪一種範本 是不是有簡報的範本 可是 CAMMA裡面的範本超多耶 比如說 我們最近有什麼節日可以用 現在是父親節嘛 不過不好意思 因為只有台灣跟幾個國家 才是八八節 別國家的八八節都不是 八月八號不是父親節喔 那沒關係 反正都一樣來 你看喔 我們回到CAMMA的首頁 其實新版本 CAMMA比較不會一直開分頁 所以有時候有好處也有困擾啦 那你就要想辦法回到首頁 各位老師要回到首頁 就是點那個CAMMA的LOGO CAMMA的LOGO 如果沒有耶 比如說你點進去了 我打開了 你就點上面這裡 有沒有三條線 按一下 有沒有CAMMA LOGO就跑出來了 你可以點它也可以點這邊 所以現在新版本就是想辦法把 空間留給你 可是就是 要常常去按哪裡按哪裡 會稍微比較不是那麼明顯 好 你看喔 我就先回到我的這裡 我的首頁這邊啊 所以老師 如果你要做任何的內容 請從上面這裡就好 千萬 尤其是沒有想法的時候 千萬不要從這裡好嗎 因為你要當大人嘛 來我們來找找看好不好 我們來找父親節可以嗎 其實父親節的飯盆應該比較少 但是沒關係 你可以找找看 請節 好 你就點下去就好了 麻煩老師喔 千萬不要在這裡打簡報 因為你在這裡打簡報 跟選家面有什麼不一樣嗎 不要打類型 是打你要做的 看是你的方向 或是你要做的目的 好 那你看喔 我們在這邊 好點下去 請問有沒有看到很多父親節的範本 那一樣的概念喔 一樣的概念 我如果是用剛剛的方式 得到的結果是不一樣的喔 如果你是直接點簡報 然後呢 在這裡 打上父親節 你看這裡的父親節 有沒有只有簡報範本的父親節 可是這裡的範本 有沒有很多父親節的範本 但是都是簡報的嗎 哪裡看得到 在下面 有沒有看到 那影片 限動 文件 你比較喜歡哪一種 我跟你講 我們常常都是愛上不該愛的 因為你在這裡看到的 有沒有感覺 只有簡報 可是這裡的範本多很多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愛上不該愛的 你該怎麼辦 假設我喜歡這一個 限動的 那他就不是簡報啊 他就不是IG啊 要怎麼辦 你會摸著鼻子就默默離開嗎 現在小朋友你跟他講 不用說現在小朋友啦 你以前也一樣嘛 我們以前也一樣嘛 愛上一個喜歡的你就巴不得了 就愛上啦 怎麼辦 改造他一下啊 所以老師 請按自訂此範本 其實說真的 Canva 如果做電商的話 你會買不完 知道嗎 老師有沒有去蝦皮買過東西的經驗 有對不對 蝦皮的下面通常都會有一句話 我猜你會喜歡 你有沒有發現 你點進去的 他就說我猜你會喜歡 下面有沒有更多 有沒有更多讓你選 所以如果你又喜歡上別人 你就自己再趕快點一下 好來我就按下去自訂此範本 所以其實Canva 大家只要會這一招 真的 你的範本就用不完 所以為什麼 我們告訴老師說 你不要把自己局限住的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把自己 直接 設定成我要簡報 我要IG 你就只會看到 那個類型的範本 你看不到別人 你只有同溫層 真的真的 我的卡好像卡住了 看一下為什麼呢 有了 好 老師你看我們有沒有進來了 有了 那怎麼改造一下 請找左上角 找左上角這裡 有沒有看到調整尺寸 魔法切換開關 只要跟AI有關都叫魔法 那老師有看到這個黃款對不對 代表它是教育版 或是Pro版才可以用的 所以您在這邊點它一下 您就可以從這邊把它改造成 看你是要簡報 還是影片 還是要社群媒體的尺寸 都可以 假設我要改成簡報的 那我們就用16比9的 把它按繼續 那它會先幫你預覽一下 先幫你預覽一下 有沒有這樣就有了 好那您要留意一下 在這一邊 預設 會幫你保留這個檔案 再把新的尺寸變成另外一個檔案 可是因為我這個是空白的 所以我通常就只用下面這裡 我就不要用上面這個 這樣就不會那麼多檔案了 這樣OK嗎 可以齁 來您看一下在這裡 調整 好這樣有沒有調整好了 那KEMA的範本最大好處就是什麼 這些內容有沒有都可以動 所以 你今天如果你覺得像這樣 它特別做成這樣 那我就不要去破壞到它 我就把這個地方 拉大就好了 我兩個一起拉 這個鑽比較特殊 我就兩個一起拉大就好 這樣可以嗎 因為我說的東西都可以改啊 對不對 你要這邊樹 好那這個要多顆一點 我們就再拿一顆 再拿一顆 這樣兩邊就遮起來了 這一顆 就看你要 要或不要 這樣是可以用 所以 雖然 我在這裡沒有看到這個範本 可不可以產生這個範本 這樣你有沒有感覺到 真的可以打通任督二脈 因為 你這樣子 你就用不完的範本 跟圖庫可以用 所以KEMA 我今天只介紹這個就好了 因為 後面還有心理老師的 所以 這樣大家對KEMA的部分 有沒有比較有感覺了 因為我發現外面 我很少看到網路上 有人特別介紹這個 可是卻是很好用的功能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部分 真的大家可以掌握一下 掌握一下這樣你的KEMA 就可以用的更好 這樣就可以用得更好 用的更好 感谢观看